我覺得還是有有有後面還有一些評論其他 所以其他評論怎麼樣 你就把這個Ctrl C 因為我們差別只是 還是一個信號 只是要抓的是endend什麼 就是V2函數找到的是 本來是第二欄 再把第三欄抓過來 串在後面所以打勾 然後往下 不過這個好像看不到按右鍵怎麼樣 儲存格式怎麼樣 把它自動換列功能打勾 有沒有按確定 字太大了 所以常用裡面把字縮小到十號字 然後對齊看看 如果是這邊你把他靠左一下 OK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 不過有沒有 就是A型B型的人就個性真的比較爽朗 然後開門見三沒有心眼 感覺好像也大部分是對的 不過我發現慢慢有年紀都改變了 本來很爽朗的慢慢變得很孤僻 就是好像B型的人就好像不太喜歡 剛開始很喜歡交朋友 可是到了慢慢年紀之後 就完全不想交朋友 就非常極端 我認識好幾個B型的人都這樣子 小的時候都非常爽朗 慢慢的可能因為慢慢還是會碰壁 慢慢或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A型的人好像也是大概這樣 有犧牲奉獻 具協調性 積極服務別人 這好像感覺講的就是我 對開玩笑 不過剛好我的學心就是 好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抓資料 OK 所以其實這裡面的話 當然你會發現 像算命的 命理 每天可以動態抓一個 其實VBA也可以 你就是把Data做出來 那每天他一打開之後 他可以自動幫他去分析 不過你Data夠大的話 那動態就是隨機的 幫他抓一個東西出來 讓他知道說今天的運勢 有沒有 因為他今天 像我發現很多人喜歡出門前 先看一下 那今天運勢如何 或者是今天比較適合 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或怎麼樣 OK好 那其實也可以配合VBA 我覺得這也倒是可以 密理系統 VBA之類的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就是最後我們希望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換行 可是早期換行的話 如果是文字 你可能Auto鍵加Enter 手動換行 有沒有 因為你在 那可是問題 如果你今天呢 是要在這個函數裡面 因為你這邊 只能就加一個函數 所以呢 有哪一個函數 它可以輸出換行 這個地方的話呢 必須 因為我找了一下 裡面插入函數裡面 就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去抓那個內碼 就ASCII code 我們鍵盤上面的ASCII code 那裡面有一個函數 它叫做 叫做Trump 所以你這邊的話 我忘記它放 應該是文字還是什麼 CHAR C-H-A-R 對 文字裡面 CHAR 根據電腦的字元 傳回對應的 那特別注意 這個是 這個CHAR 你可以對應到那個計算機概論裡面 有一個叫ASCII code 不知道各位應該有印象 ASCII ASC 你關鍵字打這個ASCII 那這個ASCII指的就是 在美國剛制定那個內碼的時候 鍵盤上的動作 它就定義出來了 那其中 ENTER鍵呢 它會在哪一個位置呢 它會在第10個位置 所以你Google一下 ASCII ASCII裡面的話就有第10個位置 就是ENTER 就換行的動作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 要在那個中間加一個換行的話 那實際上 你就可以怎麼樣 利用CHAR CHAR 然後把它放在哪裡呢 直接在這個中間 ENTER後面呢 加一個CHAR 你自己打 或者是插入環就都可以了 我習慣自己打這樣 ENTER CHAR 刮盒 它會問你LUMBER幾號 好 那ENTER 10 後括弧一下 記得再串接一下 好 這個時候呢 你把這個地方加上CHAR的話 它就直接打勾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 在這個地方換行了 OK 如果你想要詳細知道更多的話 你就輸入Google一下ASCII 好 那其他的話 這樣就完成 把它點兩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底下的東西呢 全部都完成 OK 那自動的話 幫我把這個血型的評價跟分析 全部做完了 那一樣的方法 這個地方呢 當然你可以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VBA 那VBA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前面都有講過類似的 因為時間關係 沒有辦法講得太詳細 不過理論上大概 會有這幾種 大概就是輸出 血型 這個是用那個Sale方式 然後用多重判斷 這個可能比較簡單 這個VBA就是直接用公式直接輸出 把這兩個 還有幾個清除 所以你把這三段 Ctrl 4一下 然後自己稍微踹一下 因為裡面的話呢 大概做出來 如果你今天希望在旁邊 做出那個 這個欄框好像太寬了 欄框大概 20好了 OK 稍微把它弄窄一點 假設我今天輸出到這裡 那一樣的方法 開發人員 把這個東西貼到這邊 就有個清除 自己再加按鈕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用V路函數 直接輸出的話 這邊就輸出 不過可能你換行的部分 可能要自己再加上那個換行的部分 那輸出的話公式 大概就是跟前面一樣 把公式貼上 改個i就可以了 另外呢 如果說你用VBA的方式寫的話 這個可能比較麻煩 就是if 如果是A的話 做底下的事情 什麼事呢 就去抓那個 對應的其他的 28列 就底下的資料 然後 else if 這個我想前面有做過 就多重判斷 else if b else if a b